女王依然要請假 但Jolene在這裏 美女 紋身不見影 大家想像一下有多美 然後就是英俊 那為何是英俊 跟我比較 你很英俊的 抱歉 即笑 Edward 問題大家可能見不名的都是見真人的 不介意爆到不名的 行不改名 座不改 不名 經常在婦人見這個文章 無忘債 就是Edward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晚上特意請Edward上來 又是世代對談 老了 所以沒辦法 Jolene比較青春 非常青春 最青春的呢 就是Edward 新世代 很多勞騷 我都知道 最近這個 不當你本土 即是新世代 最近政壇上有些新聞 令你們搓著氣 那又不可以叫做戳主 即是Bitchie 是… 幾驚訝 究竟 即是一些… 即是怎說好呢 一個從政了這麽多年的人 居然是有那麽天真的想法 你指明道姓說應該是誰 即是被人unfriend 我已經被人unfriend 我們被人unfriend習慣的,不要緊 所以unfriend就趕快走 不要緊,如果有撕裂,這些人不會出來和我們修補 傻了,我們不介意 我們最重要說老實說話 聽聽,就是近來有些天真老人 民主天真老人 居然出來說特色 會出來和我們修補 記住,天真是不代表無邪 我不知道有沒有邪,肯定天真 Edward,怎樣留言 你會覺得驚訝,我不覺得驚訝 一早就說了,泛民也是劍制的 因為這個問題 其實都寫文說了 完全不知道他的mindset 是想做什麼 當然 看回NOW的正程 都爆發了 原來這個計劃 不是他們自己的創意發明 是 原來的想法是在 建制派 的親中派 就是原來的內置 就是在七警案的時候 那些人就要求 警察判得太重 於是就突射了他們 幾萬人出來示威 還要到法院外聲援 聲勢很大的 然後就傳說 黨內的老人家 有些元老級的人馬 聽到之後 就說 咦?有得想 不如我們試試相反操作 調回這件事情來想 有些建制派用得 不是等於泛民用得 但是現在輕掌門人 大家都是智慧 打和不算數 問題是他不代表黨 黨也不代表他 你怎麼掌門人 兩天不夠出來自掛 你要想到他很出頭 他提出來的事情 就是他做完訪問 然後第二天登了外出之後 他還是堅持 然後是楊岳橋和和義 之後又退太 然後大家想想 一個身為黨主席 一個身為黨魁 兩個大男人說幾話都不算數 就令我想起當年 湯家驊說完這些話之後 毛孟靜就說 這些是兩個大男人之間的私隱退 但是公民黨就是有這個 這個無病 公民黨是有這樣的習俗 就是說說完這些話之後 是不代表黨的 毛孟靜也退黨 不是為什麼 但是我猜你 毛孟靜比較老實 是 即是他退黨 例如我不是合理 有些人做的事 我不是合理 我不是退黨 很簡單 不用犯覆複設 但是你要想一下 就是民主黨是一個 幾類很森嚴的一個政黨 他本身是有他自己的中委會 即是他所有的事情 其實是應該經過他黨團的決定 商量完決定之後才說出來 沒有錯 主席不代表黨 還有你這個就是 你那個是訪問來的 你是明報做的專訪 專訪 不是隨便打咪 假設記者不夠聰明 即是他聰明的記者 通常做完訪問之後 他寫完 是會將一份稿 給你自己看完 即是他們才會認出 即是你認出 即是你認出了 再不是 好了 記者就不想到 你也是有權 再去找記者 去招稿 再去看 然後看得到 就好才可以出門 還有這麼大的字 我不相信 他說完了 不記得自己說過些什麼 結果就是 根據正程的說法 即是說,其實那個大佬有一點是推他去上台,然後推他去死的感覺 然後他講完出街之後,每個大佬都噴牌,不關我們事 推他去死和推他去認數是兩回事 如果經過了,你比較熟悉那些傢伙說什麼,我路邊寫 問題是,如果說根據大家的記憶,民主黨基本上是一個所謂程序很深嚴的黨 正常,華叔留下了,你經過中委會,經過所謂的大佬,他喜歡玩大佬文化 如果大佬開過會,你才會對黨主席出來說話 那不會說黨主席不代表黨的 如果按你的記憶就變成後面的大佬,推胡魯總出來去認數而已 然後到最後,晚上認錯收回的時候,整班人,黃碧雲、淘謹申 不是,整班人都站在旁邊,然後他臉上說這件說話,我收回了言論,我不是不夠慎重 那楊岳橋就早一步收回這些說話 即是率先扮攻守的楊岳橋而已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也想想一下,楊岳橋自己也是一個黨魁 而且他都在這個新冬補選那裏,是成十幾萬票 是的 而且他有多少法律常識,這件事情 那他做律師,他不懂很嚴重 做大作不多不少都有 哈哈哈哈哈哈 有些沒什麼的而已 是啊 有些有些是 那問題是,你從結果看起來,他跟對家的大壯都不是差很遠 那你最嚴重的是,你胡志偉本身,我寫文就沒有說到 就是胡志偉本身是有conflict of interest 他自己本身其實是這麼多個佔領行動裡面,他是有份預約被捕 是啊 是啊 就是臨後那一天是有份坐下被捕的 是啊 是 其實你到最後是有機會被捕回頭的 是啊 是啊 那你,你既然 要求特赦,你特赦自己 是啊,你說這些 是不是很有問題呢?史以一 第二就是,其實 佔領案裡面有主事人,譬如包括佔中三使在內,有七男一女被捕了 打官司其實有四個人,是由他們,即民主黨黨有李柱銘幫忙打的 那你為什麼不問李柱銘呢? 那我又不知 那我又不知 那就不知啦,別人黨裡面的事 只不過我覺得呢,我覺得另一件事就是說 你叫七警已經是被人判了 定了罪 判了 你叫他特赦他 而他特赦你自己拉都沒拉,起訴都沒起訴,審都沒審 你是不是害怕到這樣,為了這件事 竟然可以為了換這幫人被人完全剝奪的自由 就去放走這幫七警 即是我第一次聽到這件事,我就很生氣 就是這件事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程序上 你看回朱經緯其實也是過堂 是啊 我印象中是未正式審的 因為那個最過的技術上的問題 都有人觸遲失咬出來 就說特赦你判了我才有個赦 是啊,clemency 我赦什麼鬼 你DOJ其實都會說 你是要過了司法程序 才會決定會不會輕判 定了罪才可以射 那你占中三子七男一女 其實你都還沒判的 他只是過第一堂 第二堂公司是五月才開始審問 所以你叫人去特赦你 你是被人看到你的姿態 你害怕到自己做出來的事情 是賤到肉酸到呢 技術上,回到一個老問題 姓楊那位是接計律師 他沒有來打過官司 是啊 小弟弟弟我 都叫做打過一下 官司小時候都橫行中華了一段日子 有一個很過癮的事情 如果好像阿耶路所說 黨裏面的想法就是 未曾開始司法程序 就要求做些事情 我不叫特赦那個字 要做些事情 不如叫放過 託保你不要告我 是啊 這件事叫Ple bargain 是啊 Ple bargain 就是說 你那個申訴的談判 就是說告不告 告什麼 就是說已經有人有機會告你了 拘捕你了 問題是 正式下叉儲 下什麼叉儲 就是等於說 我一下子打到那個人 變了豬頭餅 你可以過個商人 也可以過輕一點的 你告GBH就是這個嚴重商人 或者普通商人 你最多一個是判兩年 最多一個是判嚴重很多 summary 這些不如Ple bargain 都知道 我未曾正式起訴 我可以拘捕你 但是 但你未曾正式起訴之前 你在說我告你不告 你告你什麼 但是最不明白楊岳橋 令人非常失望 就是Ple bargain 不是拿別人的自由 別人的特色來交換 不可以這樣交換 不可以這樣交換 你只能交換另一件事 你知道這件事 可能這幫人的檢控 是有政治的成分 你就拿回一個政治成分的 所謂假的Ple bargain去換 整件事是錯了 是啊 應該就是說 即使是要換 你都是換另一個 例如說 有機會被人告你 暴動 是 反過來 不如這樣 我認了街 可以 你入另一條罪 那你到時去做服務令也好 你又不用坐牢 是 實管也好 你放兩個禮拜都可以 這些叫Ple bargain 所以技術上來說 那些泛民的老大 第一沒有這麼白癡 很白癡 第二樣的 楊岳橋身為法律專家 你公民黨有多少個律師 對呀 就算楊岳橋突然間 mental block 我不相信其他人不知道吧 問一下余若美都知道 是不是 整件事很奇怪 整件事很奇怪 所以這件事 問回戴耀廷 戴耀廷是沒有意見的 他沒有意見 他真的沒有意見 他真的沒有意見 那是余若那個 他一直不被人告 戴耀廷 他沒有意見 因為有人幫他出來 要求特色 然後最好笑的就是 另一方面就是 陳家樂也出了聲 在18號的時候 他就 說回楊岳橋的說法 然後就說 喂大哥 這些東西 是某些民主派的大哥 和中共的那些 bargain令來的 那些skills的東西 這是合理的 你不懂就不要 侵略他們玩 兩件事叫做 不懂不要侵略他們玩 第一 中共的政治談判 你懂不懂 你不懂就不要侵略 你現在是面那陣 和底那陣 你底那陣做甚麼 沒人知道 你不要侵略面那陣 下去玩 因為這樣搞法 連最面那陣的所謂光環 現在已經是沒有了 是黯然無光 而且是很醜 楊岳橋先幾日 先幾日 先一兩日 才去了台灣 做 幫新新聞的 那個 Ceremony 就是Annual Ceremony 做個Talk 跟梁仲恆去做Talk 才說 我們要了解一下 中共的 本質 因為 他們在香港操作了 三四十年 已經很熟悉香港的東西 我們要學習 他們的 這個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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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 如果 共產黨在香港操葬了三四十年 你這幫人應該三四十年 都和你那些人周旋 但你到現在才覺得要去學 他說 共產黨在很進步的政黨 嘩,即是他們自愧不如,是不是? 我招了頭,大哥 哪方面的進步 你想想港同盟、惠點那些 爭八八直選那時候 已經是跟中共打著交道 跟英政府打著交道 因為惠點創立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新華社香港分社那些 即是誰 那些走去什麼 不要說高達北岸會找地方租 怎麼不注意啊,他們自己爆發 即是他們一開張的時候就已經去什麼 結果 英國都很清楚 誰就是 劉乃強被人統戰 他說本來就是想統戰中共 誰知道就被人統戰回頭 想想你那時候草意基本法 已經很多跟他們接觸到 知道他們才在哪 戴耀廷也是草位來的 學界代表 不要跟我說三十年後 你說人家進步了 那理智有沒有進步 你過去三十年沒有跟中共周旋過 是呀 就這樣說 他們真天生地價天生 聽什麼回來 你是內幕嘛,你聽到嘛 我不知道台灣講什麼家科 原來 其實又不算是內幕 圈裡面是知道的 也就是說 他那個其實是在 新新聞那個talk 那裡 然後01又 鎖了他一點點出來 可以說這些事情 那你就要想一下 你身為一個 現在是黨魁 你之前是梁家傑 現在還是黨主席 是 之前 在 談八三一之後 然後 張德光走過來 見過他們 見過他 去年 是去年的事情 上了深圳告狀 我記得 是 當年見 見了 見了 何秀蘭 是 四個 那些 然後 梁家傑很著弱地說 我們這個民主派 反對派 終於都得到 這個 中共那個 憲制上面的 承認 還是什麼 那些 我記得也有這樣的 有 他還說 梁振英說 梁振英已經震了 說得很有趣 對 然後岑建勳跟他們 做了個01飯局 挺開心的 幾個人坐在那裡 人生高峰 在那裡 說一大堆 大哥 這些統治 劉乃強的時候 已經做過 他們還沒出生 你想說 我覺得其實 那個問題 是不是他們 變相承認 不是共產黨進步了 是他們這三十幾年來 他們 到他們這一批人 都沒有 他們自己都沒有進步過 所以他們覺得 別人進步了 爆腦了 為什麼可以讀這件事 共產黨會進步 Mini的那個 談判手段 技巧 是會進步 這是正常的 一向都是這樣 問題是大多人 就算了30年 你沒理由不知道 沒有法文 所以過癮在 Edward還覺得很詫異 我的腦餅 我不覺得 看著他 看著他 是壞的 經常重複的 這件事 就是 忽然之間 就像開恩 召你上去 麥爺針 針了之後 就好像 蒙主寵召 天威 拆了鞋 然後 正 談判有成果 那時候 五區公投 五區公投民主都不支持 到了 談到超級區議會回來的時候 已經是發生 整天發生這些事 我覺得也是時候 我不想這樣說 我覺得選民如果再選他們 我真的覺得 不 我想不是剩下很多 不過 但你怎麼都拿到五值 即是又含淚投票 是啊 又含淚投票 我會體諒公民黨的處境 因為 畢竟公民黨 都算是一個 上選一個新興政黨 就是 相對民主黨來比較 相對 相對來比較 他們比較green 跟中共打交道的歷史 真的很短 當然 楊岳橋說的那些 是很老泛民的 不知為什麼 但回到民主黨 民主黨是一堆老泛民在 是啊 你爭民主 爭了三十多年 即是法術帶著他們 起家 不是今天爭的 那你自己想想 這件事情就是 今次 擺明就是 有一些 老泛民 想對這條 糞便出來 啊 不如大家 來個政治交換 你不高 即是我們 放過朱經緯 放過七景 然後 換回我們 整個大盆人出來 但是 這種 這種做法 這種政治交換 即是交換戰夫 極其當就 是啊 你交換 都是one off 你要想一下 大哥 如果你被人定了罪 你才出來說 我覺得這件事 有說服力一點 你罪都未定 你已經這樣 就真的太過急了 Jolin也好 或者Edwin也好 可能不是太過識共產黨 那些談判的心理 是 其實你用商業談判 就可以直接套用下去 嗯 你說要交換 你明白嗎 放在這裏不是什麼 pre bargain 不是一些技術問題 不是啊 大家千萬不要用錯 這個 terminology 是啊 如果你用了這些所謂政治 法律的術語的話 都難以理解一個本質 對於中共來說呢 是一個商業條件交換 是交換 例如交換戰夫 我拘捕了一些人 你拘捕了一些人 交換戰夫有一個很過癮的特性 這個兌換率的問題 是 明白嗎 不是人命換人命 人命對中共來說不重要的 反過來 那邊七警 是叫做七警 是 朱經緯 多少條柴子 你是警察 是啊 就算你把他把 對於整個建制派來說 沒有什麼的 沒有什麼的 沒有什麼的嘛 現在被人預約也好 被人控告那幫人 希望特赦那幫人也好 什麼身份啊 全部就是黨領導 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議員 黨領導 有些尊貴很多 尊貴也少 而是說 人家基本上是斬頭行動來的 你明白嗎 你就想想 交換戰夫也對等 一個將軍換一個竹仔 共產黨有沒有那麼傻啊 所以那些老泛民 我不是說共產黨進步了 即使他不用進步 我覺得那些老泛民 疾了 越來越疾了 老懵懂 老懵懂 根本你不知道的交換 交換就是等值 你不是等值的 是啊 七條懵命被人打了 又在坐著 朱經緯又等著又去打 其實那七條人 但不重要的嘛 其實那七條人被人判了監 最不值是警察本身 其實所有建制派 或者一群出來捐七七條的人 只不過是拿來借題發揮 說一句 they don't give a shit 這些人被人判了十六 人家都不是真的在乎 理得你啊 所以變成了 大家明白一件事 就是交換是要等價的 你拿不出一樣 共產黨人是值錢的東西 你換什麼 所以我覺得 泛民那些所謂老大 就是 要是像張天說的 那麼騰雞 騰到會死 什麼東西都要換了 那覺得自己的命仔重要 這是其中一種解讀方式 我自己覺得是 但是也是 第二件事就是 觀眾都說 是不是已經準備投降 就是這樣說的 有很多人都是這樣說的 我準備要投降 我覺得是投降的 我寫是寫投降 我覺得是投降的 似 似 現在簡直是在這裏 求饒 不是投降 求饒 因為上次已經說了 真的 大家的戲不復一回事 你看一下胡蘇仔出來競選的時候 那個所謂政綱五一家貨 其實23條也好 你831也好 都瘦了 就是 一個月前說 我們都被人丟到上天花板 是啊 現在不止831 不止23條 只是求饒 我不要投降 求饒 所以我想跟大家說 我們之前這樣說 因為你看到這條路 現在不夠一個月後 看到發生什麼事 歡迎繼續unfriend我 是啊 不需要有很多friend 大家其實都是真的 但我需要有老的friend 大家真是為了民主 我真的覺得香港再這樣搞下去 是不行的 但問題是 你給這班人去搞 去領導非建制 或者這件事 是不行的 因為它已經被你看到 刷到哭了 已經 最大的問題是 你要講數也好 你要知道 中共的底線在哪裏 你想要些什麼 你看 中共本身的底線 已經自始至終 都已經寫得很清楚 就是說 831是沒法改的 此其一 第二 所謂的佔中行動 佔中運動 是一定要釘死的 這個是無數說的一件事情 無論你是上面的官方怎麼說 無論你是什麼派系 或是習系 或是張德光 或是張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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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是這樣 甚至會 想起他們的 旗下的爪牙組織 例如說 港澳研究協會 彈一些文章 出來 說 只是喇叭 不如釋法二十七條 未定二十三條 才釋法二十七條 就定了這個所謂的港獨 就是 其實不包含這個 辯論自由以來 那你要想 但問題就是說 何謂港獨 即不只是 明都明昌告訴你 追求香港獨 立就叫做港獨 不一定只是本土派的問題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包括 今時今日 可能包括 方志恒他提出的革新論 其實是另一種包裝民主回歸論 甚至是 你爭取民主 即是覺得你這種 佔中 行動也好 他都會覺得你是一種 軟性的港獨 其實自決 已經是覺得 現在 即是說 本土休斯 你也是當港獨 因為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由始至終 對於中共來講 這個爭取民主的運動 本身已經觸及到 他們政治上的底線 只要你有些少 你是想脫離 這個中共的絕對控制 譬如說 你不想跟831 你不想跟我的遊戲規則玩 你想侵多些 就是 侵多些人 走去這個選 可能選委 選委會裡面 這個做法 葉劉淑儀 也很早提過 由1200人 變成2400人 即是 這份數 他都不會喜歡 你這種改變 他遊戲規則的玩法 即是 其實根本 是 我要說完事 你要 你要阻止我的 你就可以 他要求安全系數很高 是的 其實80年代 爭民主運動 已經很早 那些元老級的人 已經知道這件事情 楊森 他在80年代 寫一大堆 那些政論文章 譬如說 在《明報》之旅 甚至出了書 其實已經說了 我們的派系 應該是 民主派 而不是 反對派 因為我們 不是跟 中共搞對抗 他寫得這麼明白 所以他們根本上 他們頭腦很清晰 知道自己是 不會跟中共對抗 也知道 你那個民主運動 其實是 會觸動到 他們的底線 所以 就要說 一直以來 就是說 我欠民主 其實我不是 動你的政治 所以 很多事情 他可能會 打擦邊球 甚至連擦邊球 都不敢打 所以 底線推到很低很低很低 但現在 回到頭 連這些最基本的認知 也沒有 譬如說 你動一點 動一點 就可能是一個 佔領的行動 其實 中共就是 怕你又再 來這些大型的動員 你無論是 任何 任何可能的事情 即是一吵 拿政改出來說 然後你又吵 啊 我們不要831 然後你又號召了 一大堆人上街 他最煩是這些 那你 好了 你拿特赦出來說 我已經不說 轉型正義 那麼老遠的事情了 我只是說一件事 你 當你 今次 你今次選擇去突捨 譬如說 兩邊都 兩邊都打和啦 那樣 但是你 一吵 就是 我已經 已經 有 那個明報的報道 本身 他說 喂 不包扔磚那些 因為他們很暴力 我們是和平抗爭 我們很理性 不關我們事 那些事情 不關我的事 其實都不是 是的 因為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今次 one off 完了這件事之後 你以後 和平 理性 非暴力 但是如果你又 弄回幾萬人出來 又在街上 又出來走 這樣的時候 大哥 我又再告你了 所以 如果沒有記載 葉劉 就說他簽這首行為 喂 你出這個切結書 就愚蠢 大家以後就 綁手綁腳了 以後不要再出來上街了 其實你這個做法 就是 告訴別人 就是 我以後 只是在議會裡面可以抗爭 我出來街頭抗爭 我人又不可以多 大家要守規矩 以後遊行示威 所以連不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這件事都不敢做 我怕大家犯法 然後大家又一起被人拘捕了 其實是畫公仔畫到出場 就是姚美克連 我已經自我閹割了 那行不行 就投降了 所以你的節目又再不投降 是啊 即是卑微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喂 那你怎麼做反對派 但是當初他們出來號召 大家上街的時候 就說要去坐 你 即是 那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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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決志書 還是什麼東西都好 其實我有簽到 只不過我簽的時候 就寫明 我不會被人拘捕 因為他有幾個選擇 還有我參與他整套 和平佔中的 那些 那些 我看他發生什麼事 但是 譬如說佔中三子 其實已經說明 甚至是戴耀廷自己寫這個 和平抗爭是一個最大的武器的時候 已經說得很清楚 我是要透過公民抗命 我們非常清楚我做的行為是犯法的 來做到所謂法治上的 以法達爾 最高的層次 他既然清楚自己在犯法 清楚自己拉完之後要承擔法律責任 亦都叫了參與者 告訴大家是會成的 當日有上街的 基本上都是購買他這一句 就叫做以法達爾 就是他出來被人打 就是被法庭打他 就是顯露出他對 大家的問題做了什麼 就是我們有頭有面 有鹹有名的人 所以我們不能有事 但是你們如果有事 就是配合我所說的 但是我們不能有事 你扔磚就不關老師的 你扔磚就有事 如果下次你再上街 我們會找人幫你 但是我絕對不可以有事 甚至我閹割去保住自己的人身自由 去特捨失境 但是他們覺得自己很重要 他什麼時候肯對現支票 他簽了那個交付 他自書 說了如犯法 說了會承擔後果 我還記得有一個很搞笑的場面 因為就是那個魚演佔中 記得嗎 是 之後趁機躺下了 是 被人把黃竹坑警察學校 當時是六月 是嗎 是 不是不是不是 是七一的 七一的 七一的 第二日 他有沒有繞了手 我還在外國 趁機他是預演佔中 抓了五百十一人 沒錯 把黃竹坑警察學校 預演 其實就是那一句 他預了是被人抓 預了是要坐 我不知道那些人 當是死事 他真的已經預演了 這個問題就是 你這樣去 以為 用特赦可以處理了 所謂的政治問題 譬如說 令到新的 林鄭的政府 和這個 和這個 往後 可能是反對派 或者社會之間 但是 矛盾衝突 不是那麼大 想著這件事 大家 擺個和頭走 然後大家就 握握手 那就算了 既往不救 這種所謂的 釋出善意 第一件事 你對於那些 和平佔中 那些人 是相當不公平的 當然 你是對他們的政治理想 是一種很大的侮辱 而你的黨友 其實是有參與這個行為的 你又不和那些人去談 你又不拿上去中間去談 然後到最後 整班人夾在那裡 有尊重的 就是 當日睡街 下角村村民 哈哈哈哈 村民永遠是被出賣 就是 整天被人 整天被人叫人衝 自己不衝 其實他們今天叫人衝 到最後又是 明治保身 就是 做人 不要這麼說一套 做一套 為什麼就是 不相信你 現在 還是還有什麼 可以選擇 還有第二件事 就是 這是公信問題 就是 你 你拿這件事 你打算拆掉整條數 其實 跟當年 這個 就是 五區公投之前 你民主黨 偷暴走進去中聯辦 密室談判 然後 那些人 那些人 才出來 五區公投 就是 一大堆事情 搞一大堆事情 你想想 這件事情 你本身 民主黨 已經是一個 就是 可能 對於支持者 來講 你想想 胡志偉 這樣的身世 都有五萬零三百六十票 但是 你想想 對於 對於 一些比較 對政治 比較敏感 就是 留意一下 一些時事的人 民主黨的公信 其實已經越來越低 對於 對於 這次事情上 你 那個 民主黨 其實你參與度 也不是相當高 雖然你是有人被捕 但是現在被告的 都只有李永達 你 那個 參與度相對低 然後 你打算 去做這個特赦 你拿了個彩 你覺得 好像解決了一個問題 然後 你民主黨得益 其實你已經是大佬 你一七席 在立法會裡面 對呀 但是他們覺得自己是大佬 這次我出來擺一片 這件事 這樣 但是整件事 但整件事 是慘到哭 出來的效果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麼想 反正就是 他被人擺上桌之後 然後整個黨 都不支持他 因為我小時候 不在香港 我不知道 其實他們的目標 給我的感覺 是 是不是自從他們覺得 自己感覺到 是沒有辦法 民主回歸 影響回中國之後 他們已經遁失了他們本身的 那個黨是為何而存在 他們一直在發發尋尋尋 這麼多年 是越來越迷失方向 如果 我不是說他們 出賣香港人先 先 你們覺得 蕭翁、攝培 你看著這麼多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他們 從頭到尾 如果 Edward說的 是沒有查錯的 因為楊森 三十年前已經寫得出 是 不會跟共產黨搞對抗 也就是說 整個民主回歸 本身是最重要的局 是啊 根本不會共產黨 同意你說的任何事情 除非他們 適合他們的要求 即是 基本上他們 任何要組黨 任何要做他的民主運動 那個立志要做的 其實可能都是錯 不是 不要說錯 是 很愚蠢的一件事 因為他們組黨的時候 已經過了八九了 是啊 已經進入回歸時 九零 是啊 你想一下 如果他們一早三十年前 已經知道 你不可以跟他們玩對抗 是 flying 那你這麼多年 三十年 所謂民主運動 做了什麼 是啊 應該說那個運動 是很不民主 所以為什麼說 二十歲以下 那些年輕人 會造反 他怎麼肯再聽你說 明知道 未出生已經是一個局 因為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 他們爭取的事情 很多時候已經不是民主 你不要用民主這個字 因為民主和共產的對立 民主那邊 不論他們站著說自己是 我現在覺得 你問我 我覺得很多年輕人 都是這樣 即是如果黨主席不代表黨 那民主黨也可以不代表民主 Exactly 是啊 那這個其實都是 司徒華過身之後 他的徒子徒孫 就完全按住自己那種 即是那種 非常之想去 尋求曝光的 那種慾望 尋求曝光是回事 一光環 我們要知道什麼事 問題是 曝光所為何事才行 哈哈 那因為 整個佔領行動裏面 那個所謂的光環 所謂的道德感治 是來自一些非政黨的人物 即是這個 佔中三子 或者是其他比較出眾的人物 而不是由一些政黨去做主導 雖然金鐘那個地方還有所謂的大台存在 插了 但是那個大台本身 你要想想 除了那幫成人之外 還有學聯 學民思潮 之類的人物存在 或者不要說那幫老鬼家的學生 甚至有些是 完全本來不關心政治 看不過眼出來 那些才是那個 那一次運動的一個很大的力量 令到人覺得害怕 不是那幫人為歸為早 是普通市民都會出來 不是舊方程式 這個組合是全新的 是啊 所以當整件事情就是說 你去到 去到這個 14年 完整件事之後 去到1617年 那個變化就是說 可能是本土派出來 然後有些參與選舉 也有些自決派出來 一路一路在挑戰 他們那個 那個 那個 領導權 是啊 還有對於政治的發言權 他們慢慢是退色 但是反過來 因為去到1617年的時候 形勢又開始逆轉 因為 甚至就是說 好了 有些人 包括自決派跑出來 包括有些本土派跑出來 但是問題也出現了 開始有很大的政治檢控 開始有一些 DQ 玩DQ DQ之前 選不准選 DQ之前 出現了一個 年初二的 旺角黑夜病磚 魚蛋 出現了魚蛋革命 這件事情 那 整件事情 對於他們來說 是逆轉了 也是一個機會 因為開始有DQ出現 有些人被DQ DQ不到他們 因為他們很守規 他們玩這個遊戲 幾十年來都是 當然 回頭 對於這些所謂的保守派來說 是一個機會 他們覺得是一種機會 是由剛剛先前那些 一些政治素人 一些學者 一些有道德感召的人 一些是新興的政治勢力想法上 搶回發言權回來 他們覺得是可以這樣 你們看見我這麼頂 每個人都被拘捕 每個人都被控告 每個人都被控告 你看看那些 本土派的全部都消失了 每個人都收皮 有些人去了讀書 有些人被控告 有些人連自己的位置都招不保值 他們覺得機會來了 有個真空 我可以搶回來了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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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女王 你好 你不肯上鏡 其實我是 我忍不住 不是 我是做現場觀眾 很少人有一個privilege 除了我的貓之外 女王請病假 你身體OK 我是打算請到月底 但是實在太忍不住了 是 你們一路說 我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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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路 我們一路說的 就是 As harsh as it sounds 是 其實你看看整個脈絡 一路連貫下去 就根本就是那樣東西 剛剛Edward說 就是我們的無妄債 你說他們是想拿回席位 因為覺得你那幫新興 拿回外語權 對 你那幫本土 就是我要外表民主 沒錯 因為 喂 我的光環被你侵佔了 我暗面無光 然後你居然楊岳橋 說高民黨加持 是嗎 他居然可以跟一個楊天琦 要爭一天長短 那這個時候 居然 太好了 你那幫人 因為魚蛋革命 因為搞完一輪之後 又有DQ 甚至DQ之前 我不讓你選 夠薑可兒 然後現在 你走過去讀書 或者你消失了 你去玩養貓 OK 現在我不是拿回個位 但我拿回個位 我們打算 為你為反對而存在 反對派的力量 是來自於反對的 但居然不是 居然現在 就是貴地求招安 是 這個就是為什麼 由始至終 我 和Jolin 其實 就是一直都很反對 為什麼他們當初的 all in 這個行動 你看到現在 不論是楊岳橋也好 胡志偉也好 這兩個人 當初做的是什麼 就是 all in 曾俊華 嗯 我說了很多次 我不是 against 曾俊華 not at all 我against 是我們 看到他背後的 那個agenda 就是如果 陰點 林鄭 她不ok 但如果陰點 曾俊華 她也ok 那如果ok 她只是拼一拳 如果陰點 是曾俊華 她說 她all in 了她 她選到了 她立即華麗轉身 成為建制的一部分 說拼中了 可能有人進去政府做 對 對 那現在 她拼不中 但不要緊 因為為什麼 她打算投身主所好 身主說要大和解 那豈不是拋出這條 這樣的方法 拆佬試沙布 好蠢一點 但就是這麼蠢 就是這麼蠢 你說真的 我不buy 賭仔成賴 我都知道 我上次已經說 是豪賭 賭輸輸了 你不認輸就算了 但她們的正式投機 每次投得 是買錯的 我覺得 買反手 對 是 燈來的 這件事情頗 頗糾頭 你想想 林鄭 你在選舉campaign中 將她定性為梁振英2.0 然後 ABC就是撕掉Carrie 對 撕掉Carrie 但是 你一選到 胡志偉說什麼 我們是要持續觀察 宜中留情 宜中留情 這四天節 真是可圈可點 大佬 這件事情 你如何宜中留情 你要想想 你選舉的時候 罵得你這個人很厲害 而且你有all in 曾俊華 這群人 你想想自己的選舉campaign 而且 還要是 在這個all in的情況下 是 出現了民主三百家 是完全不協調的狀態 因為 本身她們是一個中散的同盟 但是 其實 去到最後的時候 那些 有政黨背景的人 是率先為了 提早表忠 你看到 公民黨會 是整個黨團率率先 告訴大家 在沒有最終決定之前 就已經決定 all in 曾俊華 你會看到 大家 就是 賭性一定很重 但是 另一方面 更加嚴重的問題 就是 你對於政治研判 你對於 好了 你真是大局已定 林鄭月娥上位了 林鄭月娥告訴你 聽說 喂 我不拘一格 港人才 我無論你是甚麼政治派系 無論你有甚麼政治理念 林鄭月娥 他是曹操來的 他不理你的私德如何 不理你的性格如何 不理你的政治意向如何 我不理你是效忠我曹操 還是 效忠於憲帝 大哥 你也可以來我這裡做 不要緊 你快點投入我這個奶媽的懷抱 當然 一說是這樣說 但是 有些人是動心 大哥 電話騙案時有發生的 大家留意警進 這些就是個案 尤其是賭仔 不要剩賴 當然 譬如說 你知道 民主黨沈囂塵象 就是 已經淡出了黨團的 羅志光那些 是有機會去入閣的 你知道他 他之前 前朝的時候 已經在關外基金做很多事情 跟政府有很多合作 跟林鄭也有很多合作 大家都相當熟樂 有憧憬 甚至劉慧卿的說法 就是說 如果你要入閣的話 首先要退黨 說得很硬 但是現在黨主席 胡志偉 先是宜中留情 後就說 林鄭要展示一些誠意 然後就大和解 大家特赦打和 就OK了 就把特赦出來 就為之大和解 即是他覺得 我正在給你 林鄭月娥 聰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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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聰明他聰明他 說得 你射光我們 我們其實未入罪 不過你肯射我們 補我們一個清白 就沒事了 然後七警啊 那些朱經偉 不用審的了 朱經偉不用審 七警放出來 你可不可以想像 現在這個 後任特首辦 裡面 銷升震天 當然了 我真的想 銷升地球 我真的想問一下 當日如果被朱經偉打過的人 聽到這番說話 我想問他 下次大選 他會不會投任何 和民主派 公民黨有關的人 都不會的 喂大哥 他是應該 受法律制裁 朱經偉這樣打人 喂 如果我是被朱經偉打 我真的公開出來 是我被他打的 出賣鏡 我才是 你胡志偉 所以好 有什麼理由 你怎麼可以這樣 可能我讀法律 以前做過律師 我是很敏感的 你有什麼資格 你有什麼資格 去跟別人說 你要特赦朱經偉 受害人都沒有出來說話 他為他自己的利益 所以你說 我是完全不信 他是一時衝動 在訪問裡面 突然之間 根本就是拆老是沙布 整個黨 急不及待 整個華麗轉身 就是吃著你一句大和解的口號 如果不是 你兩個黨 所以說 你的後任特首辦 現在是笑聲震 最糟糕就是 他不用跟你說大和解 你那些人自己容解 不是大和解 我想跟你解釋 已經容解 不是 你已經是去到你民主黨 你自己民主黨公民黨 雖然說你在立法會有這麼多席 他們覺得他們 如果是有民意授權 你覺得他們做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 你的選民是會覺得 同意你去做這件事 所以就是說 歸根究底 歸根究底 就是政治判斷太昂糕了 很簡單一件事 反過來 如果你是林鄭 你套回她的位置 你收了很多風 一回事 你套回林鄭的位置 她就拋了一句 電話騙案出來 大和解 真的有傻佬打電話來獻身 問題就是 你的開價會不會低了一點點 你的所謂大和解 你儘管賊佬試沙包也不要緊 你豪賭 我都認為你之前有少許豪氣乾雲 沒問題 問題是你下了什麼柱 大和解就是叫人不告你 你會不會這個叫價低了一點 所以林鄭就是 維護法治不能破險 原來是林鄭才是最捍衛法治的人 然後你整班有律師大狀的情況 什麼事啊大佬 所以我想起我們那天 訪問完摩哥 他最後講了 即是咪後講的 他說現在泛民的情況是什麼 很不堪入耳的 我照說出來 就是說等於 叫摩哥 下雨天的時候 你看到那些劉鷹 那些鳳姐 在街上打得全身濕透 他已經很累了很多個小時 因為實際沒有人經過 他隨便找到那個 他就說多少錢都不要緊 上了房子 現在就是這樣 那些泛民就是不要緊 你落地還錢都不用還 直接你肯成交 沒錯 你肯成交就可以了 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就在鼓氣爆 你們完全 那些泛民 你不再為反對而存在 你只是為了自己 有個安身立命 是說自己 他連選民都不想向你交代 是啊 這是自保行為 所謂特赦 什麼鬼 不堪道 沒有很特赦 有個聽眾說得很好 你問了曾建超沒有 大佬 在坐緊 你問一下他的感受 曾建超沒有要求特赦 他講的明不上訴 就操進去的那一隻 是啊 他是被打的那個 我不是覺得這件事 我不是想起二天堂龍記 民主黨就是那些 以為武林泰山北斗 說你所有其他 什麼牌都是邪教 到蒙古人來打的時候 他就覺得 是我統領對抗達治 但到打不行了 覺得打之不行了 就會跟你說 你全部死傷的兄弟 就是不用理會 我們掌門人帶頭 我們跟他談談以往 是啊 現在胡志偉的做法 其實就是五岳劍派 左冷閃 是啊 左冷閃 武功好很多 是 他也是五岳劍派 一統江湖 統完江湖之後 你想想 如果有些人DQ成功 然後政府會安排補選的時候 民主派的人 協助民意去 我已經DQ了 怎麼協助民意呢 大哥 是 但是 在行政長官選舉的時候 大家很打民意牌 去全面 但是現在 因為胡志偉 吵這件事情 有些人在網上說 你這群人在網上 吵吵吵吵都沒有用 他呀 到選舉的時候 不是也是五萬零三百六十票 這樣死出來 嗯 好問題了 但是發生這件事情 就很奇怪 因為這件事情 吵完之後 竟然是有人走上去 他的議員辦公室 那些地辦 在那裡吵他 第四 走上地辦 因為這件事情 真的完全破天荒 發生這件事情 他終於見識到什麼民意 你要明白那些選民 選民本身就是那些 可能是阿公阿婆 或者是地區裝腳 那些 業主立案發田 轉鼻歌去選去 選去 大家感覺上 就好像沒有什麼 所謂的 那種選民意志 在那裡 但是因為這件事情 大家因為太穀氣 竟然是吵到他們的地辦 在那裡 在那裡罵 你這個黨在那裡幹什麼 大佬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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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令到那些選民 都跑去吵 那些人未必是上網 可能只是看電視 即是 即是 但凡民主 都有一個醒覺的過程 你要看看 事情嚴重到 三色陀佑 早上可以 播播播播 播 說他 和解啊 妥協啊 然後那些人 紛紛在那裡說話 然後你看到那些 反對派那些 反而就告訴你 喂 要法治喔 不能亂 是啊 甚至是 某些報紙就說 如果你今天特赦的話 即是 沒有法治 那以後怎樣教小朋友啊 是不是即是 他們可以 遊行示威啊 最怕就是 如果有這個先例 今次 這些不是要特赦 因為未定罪 那他下次就可以特赦一些 為建制做事 但犯了法的人 同樣道理 是啊 但他不會再特赦你這幫人 今次是一次的 如果是你 如果他是蠢的話 都說了 你罰了罪 你拿先例的嘛 你如果可以成為先例 你如果有什麼 不可以發生 那你很簡單一件事 就是 往後你的 任何有大型的 示威遊行的時候 即是 你有警員 即是 打人 或是 濫捕 濫掃 這些事情 那他是不是 隨便就在街上 撿回十幾十條 拉了他 那 然後 就 有些人成功地 檢控警員 這樣 的時候 你又找回十幾十個人 然後扔他去上庭 濫捕濫 濫掃 再來交換 上個星期 被人剛剛判了四年零九個月 那個 會有什麼感想 他會出來扔人 是啊 因為 他就涉及到 旺角的警民衝突 當然啦 有些人緣劃了 而我真的很想知道 究竟這是什麼黨的黨員 大哥 明報是不開名 我還在發 究竟是什麼人 那麼有趣 可以抹一條這樣的線 出來 很想知道 很想知道 哈哈 有聽眾知道 發聲 發聲 是呀 歡迎 是呀 被人誤會了 誤會了 不是楊岳橋說的 這件事情 但我感覺到 那些感覺 像是那些 白甲之類 那些 老老的 老甲 現在是鵬春黨啊 白甲什麼夾黨啊 哇 那是一個和平的象徵來的 本身 哈哈 一幾和平 和平真好 豬老的和平 你喝這麼多粉湯 哈哈 接著會發生什麼事 先 接著 補選要來了 對 補選要來了 那補選 是不是又要 玩多一次民意 all in 又或者是 又再玩多一次 含淚投票 對於一些民主黨 公民黨 這次 因為他暫時還沒有被捕 還沒有被DQ 這次補選 已經不關他們的事 但是他始終糧油 有兩個位 那當然去到 是不是同樣的道理 我要投機 有個真空 我要進去填補 上個禮拜訪問了 張秀如 要補選關鍵小數 哈哈 他出來選這個 新東 對 但現在數一下 差不多有八席 越連吉 是的 DQ彈館才四個 越D越多 對 接著現在這些 希望特赦的一家聖誕 是的 我們瓜哥都數過 我和你數過 是的 我們數過 七、八個 梁柔就兩個 摩哥 小麗 還有這個 鄭重泰 鄭重泰 現在被拘捕了 羅冠聰 還有 姚聰 姚聰 七個 邵家樽 八個 即是八個都會被捕出來 是的 要補一補八個 補選 是的 大概從頭選過 直選的有七席 減回張秀言 新東 哪個都會選 曾健超都會出來選 她說了 哪個都會選 坐飽出來便會 呃 是不是 選九 即是選九西那區 我不知道 就是游泰聖的位置 我不知道 只是 這個回合是梁柔 因為她只是說會出來補選 而且是蘋果日報放的資料 OK 因為她快要 那她會跟張學現狀 她不會跟張學現狀 我猜 我想 很難 因為她始終 她已經退了公民黨 而且上次她選 社福界 竟然被人 all in 另一邊 那她就 哈哈哈哈 該會 而那個人 現在都被人 d叫 大陸 那會不會 那些人都回頭 all in 但她又不是 她現在算是地區 好怪 真是 唉 真是很難說 這件事 那除非你 就說曾建超 就出來撐張學現狀 那我 亦都不知道她 想著選 對 就是她會不會 我想到這個選擇 頂兆家俊的位置 除非兆家俊已經被人 滴血了 所以 這個 仍然是未知數 但是 肯定是那兩席 要想到那兩席 你以為 啦 林鄭那邊的budget 預算了 那個action 那幾億是要四公 我知道 但她可能要先選 那兩個 那兩個 想到那兩個 你不會等一齊 你不會等一齊 還有你想想 就算 那四個都未判 她現在來 都檢控他們 約了拘捕 所以你只能預算那八個位置 就算不因為 她宣誓風波也好 因為那一件事 都一定會掉 就是兩邊夾她 可能是補選 就補選 邵家俊的位置 但是 但是是不是 憤身撐她 大家是不是 這次都要走回 這個 大教授 過癮的地方 過癮的地方 就是功能組別 未試過補選 嗯 是啊 沒試過 姚重嚴的位置 是啊 現在是不是 大家是跟回 戴教授的風雲計劃呢 她不是說這些 那當然是區議會 她說分兩回事 風雲的是什麼 特色還特色 戴耀婷就說了另外一件事 她有沒有說一個新的 關於今次補選的計劃呢 有沒有 好像還沒有 雷動2.0 會不會又雷動呢 又雷到什麼狀 暫時不知道 那當然 這件事是很丟頭的 李戴耀婷 或者是諸如此類 她又推 可能推區議會 因為她 看到就是說 立法 吃過翻層沒有 三百民主三百家 入到這個選委 這個特首選舉裡面 原來三百家都發揮到一些力量 原來是可以 那又是林鄭選購 發揮力量 不是 就是說 這次我們搞得遲 我們有些 她是三十年前不知道的 區議會那件事 她是 supposed 應該是 見證到第一屆 直選的區議會 就是英治港府時期 戴耀婷有份 起草基本法 你是不是跟我說 戴耀婷不知道區議會可以這樣用 他 supposed 他 董事的時候 他見到第一屆區議會 董事的時候 他是這個 學界代表 入到草委會 大哥 你 不是 但是他現在才想 書專降貴去搞這些 書專降貴這個字容 對 是啊 這個我同意 他從來不看 OK 那問他有份起草基本法 你現在才跟我說 不如我們想想區議會 哈哈 哈哈 我已經說了 二戰論戰 我一向都 冷血到結冰 我一向都說 當初 泛民那些死仔包 就是光環作祟 不肯玩功能組別 不肯玩這個 選委小圈子 是不是 玩了30年 現在你醒覺 我發覺 原來選委會裏面的區議會 的功能組別 都是有用的 OK 開心大發現 你要明白就是說 他覺得 他覺得 今次輸 今次的不夠力量 是因為我們 沒有用盡我們手上的力量 去 玩回泛民主派的四個字 寸土必爭 問題是 寸土必爭 當初現在是光環的問題 他以為是本土派那些 搞出來的 作反東西來的 搞清楚這件事 你調整戰略不要緊 你不要拿人血饅頭出來 說這個戰略是你的 是啊 還有這件事是很有趣的 你覺得民主300加這件事 就是因為我不夠票 那我就建業心起 不如我去找一些比較容易做的 所謂他眼中容易做的一些 就是一些板塊去做 我們去做 區議會 拿夠 他想拿 港九加新界的區議會 加上那裏是百多 百多票 某些選委會 那他們覺得 如果他們可以佔領區議會的過半數 那他們就可以立了那個 提名委員會的第四屆別 那裏的東西 但其實加上那裏都是五百多票 不是加不加上五百多票的問題 都說 Day1都已經知道 區議會是有這個作用的 是啊 當初哪條死仔包出來 叫廢青佔領區議會的話 你想想 那時候已經抹黑了那些人 民主派二十年來沒有做過事 你不要跟我說 現在拿著年輕人的成就 這次連根拔起這個現象 老泛民是沒有份的 這次區議會選舉 翻盤 是本土派和青年新世代 去起義的 你不信你數一下 G 基本上是不打的 那人指出例 說他們強魯之末 你只要挑戰他 自動當選一些辦公 passa 都 democracia 被兼顧,因而就會出現崩堤現象 你看看我和延月珍的文章寫過那些什麼家科 誰是分析出來的,現在那些年輕人肯做事 做到事,被人打穿頭,被人DQ 然後你們那些老范雲跟我說,不如想想區議會 你想想那些條例不強 反過來,同樣道理,等於當日佔中那一刻 你一叫佔中,開始那些人走 如果不是長毛 所以麻煩你找人想清楚,風雲計劃也好 是不是真的可以調動區議會 是不是真的憑那些老伯去做到事 你說回那件事情,當晚在集會現場 當戴遙廷又說佔領中環正式啟動 即閃 趙佔領中環第一站就是金鐘那一小時 當晚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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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梁國雄要在飯煲底 在地裡,只剩下三分之一人在那裡 即是你要想想,今時今日,老范民 即是戴耀廷,經過這麼多失敗之後 你對於那群年輕人的吸引力還有沒有在那裡 你對於那種,你不知道是不是道德感照 你現在是一個政治的實務操作 你回頭去看,上一屆的區議會選舉 即是有人寫了Proposal出來 譬如說有些人在網絡上面去流傳 即是可能是蕭公子分析過 連日曾有可能說過 也有些人在高登 網絡上面去組織 高登跟兄弟 去想辦法去做這些事情 有些人就打著所謂散兵的名號去做 然後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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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想想其實整件事是失敗的 以總數來說 你要想想就是 你泛民失去了的席位 即是你一出一入可能有些少的進帳 因為你是失去了你自己本身的很老的選區 你是被人打贏了 但另一方面你就可能是收到一些 可能是建制派是太坐定黏落 然後就有些政黨是有進帳的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你將來譬如說戴耀廷這個風雲計劃 是打算先籌期 又有籌期 又搞眾籌 有什麼什麼都流行眾籌 先眾籌 後就派一些人去告訴你 究竟是怎樣做區 怎樣去做一些網絡 去落區 去宣傳 去做 好老實說 兩年的時間其實話長不長 話短不短 你真的如果想去打區的話 是要現在做的 我認同這種說法 但是做區 是不是有人可以教你做區的呢 我不講任何的廢話 其實很簡單 你們想學 跟建制派學 是不是跟工聯會學 應該就是說 做區做得最好是他們 做過他憑什麼教你去做 這是什麼好玩 我不想這些事情 這是什麼好玩 民主派 民主派 其實他們選舉 是 有一堆人 是很資深地去做地區 有些地區是很資深的 這個同意 你想想 什麼葵青七子 全部都是做地區 工作先 然後做立法會議員 但是要想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做區這麼多年 他們很有方法 很有成就 但是他們可不可以傳給下一代 其實是很少的 你想想 講到有一堆比較年輕的人 譬如說 羅健熙 歐樂軒 他們也有跟過楊森去做區 柴文漢 柴文漢也是 但是問題就是 那些人 第一件事就是 你做區上不上位 你看看 好像甘拉威那些 我真的想講 他們當他是跳板的時候 你最擁資不再走 就不在那裡 你想要更高更大的光環 那個是他過路 你只當他是跳板 如果是一個跳板 其實我不會 放在心上 如果當是一個跳板 第一件事就未必做到這個效果 第二件事就是 好了 我當你真心地服務街坊 我真是做區的 我真是會拿十年時間去做區的 你有這樣的意志 但是我告訴你 泛民 甚至泛民本身 都找不到這麼多人去填這些位置 你要想想 就是說 有些是可以做區做到怎麼樣 做廿年區議員 沒有一天是坐在自己的辦公室那裡 連他的助理都不坐在辦公室裡面 長期是鎖住門的 做到自己的區 也有 你聽起來很建制派 泛民都會發生這種事情 根本上他自己看輕自己 沒有道理而已 不是看輕這麼簡單 而是像泛民說的 如果心根本不是在那個區那裡 就是立腳石 他做什麼都可以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都說不選舉不會見人 做區不是這樣做的 我提一些例子 即使他選舉那一區都不見人 而是要找一些立法會議員 明星效應 讚台 連見某些立法會議員的次數 都比見到那個區的區議員 究竟是做什麼呢 所以以這樣的所謂黨紀律來計 你不可能打地區戰 這麼簡單而已 還有第二件事 就是說 這個不需要用太多人去分析 還有第二件事 戴耀廷又說 頭期又說 其實我們是否應該向建制派 親中派去學習 他們有無限資源 那不是資源的問題 我們有蛇齋餅種 然後又幫阿婆兩血壓 他都傻的 你做到區議員 本身已經有資源給你 去做蛇齋餅種 還有有些人會贊助 剛才阿呂王說 其實阿呂王自己也知道 你不會照抄的 阿呂王當年 這麼得人心做的事 其實不是抄建制派的 大哥 你給個心出來 是啊 你給個心出來 你幫阿婆魂登桃 你不用學人 你給個心出來 但是你看回上一集 決戰的時候 我們上一集 決戰有說過這件事 就是你們 泛民經常都說 我們沒有人建制這麼多的資源 因為我們沒有 手上是企業 是藍色的 根本不是重要的 這件事 問題是為什麼沒有 你可以有的 你明白嗎 你沒有在這方面所發展 你也看輕社區工作的時候 你只要把你的注意力 放進專櫃的立法會裡面 自然就是上下不搏腳 上下不搏腳 其中一件事 所謂解決方法 給我們想到外面 所以Edward已經提了少少端倪出來 雖然你說 散兵落區 不是整體上 數量上那麼成功 我以個別個案來看 看到的甚麼科 能夠成功的甚麼科 其實就是換血 你不可能用老白甲的那班傢伙 用老白甲的裝腳 去企圖打拘損戰 因為他們根本不是這種人 你不能不換血 那問題的麻煩就來了 你泛民是否有這樣的感召力 吸收到一些地區的新世代 出來幫你捱地區的東西 這個問題才大 我覺得沒有 就是了 很簡單的東西就是說 你 譬如說近年來 開始有些業主立案法團 是會去 對於舊的業主立案法團去反抗 太和的後藥 太和的後藥 是一個美語的例子 自救運動 然後就去 有成功例子之後 就去教其他村子去做這些事情 對 你要明白就是 為甚麼那些人要跑出來自救 就是一直以來你去求助於 泛民主派的區議員 做不到事 自救 因為他不認識 你求認識 不認識 不認識 因為這些地區自救運動 對於泛民那群藍血人來說 是沒有兌換率的 嗯 而且距離兩棲地 他怎會有這些問題 本身他自己主管私樓 一來兌換率是甚麼家科呢 正如有一些很老 二十年前都已經見到 那些所謂的民主領導 精神領袖 通常 看你那個地區的論壇邀請的話 第一件事是 看看你有多少選民會到 他算過沒有什麼選民到的話 信都不回覆你了 嗯 擺明的 他算是對換率的 也都是回到老問題 老泛民的心態就是 他要拿票 fine 沒問題 可以 不過是簡單到 沒有直接拿票的 他不會理你 所以為甚麼 這幫傢伙的心不在裏 是做不到驅選戰的 驅選的範圍越來越縮 就是這樣 這幫傢伙的心態 就是這樣 當然 在同時他都吸納不到 那幫新生代 亦都吸納不到 新生代 原來做地區工作 就是投入他們 因為新生代埋居的話 你只是做賤腳石 是 最後他都不會來你們 對嗎 所以接下來 那個好問題 就講講剛才那件事 那實在 那個自救運動 現在泛民怎麼看 是否又想立起來 我覺得 不是 我自己覺得 如果有人聽泛民 我提議你 現在釋出善意 不是要對林鄭 是要對著這幫小孩 釋出善意 去告訴她 你明白嗎 你未必收到那幫小孩 但你要讓她知道 如果你們有甚麼需要 我們幫助 我們幫到的就幫 不要經常這麼高高在上 因為你已經佔到無論 如果你對著這幫人 其實原來 我講自己的經驗 當初雨傘運動期間 雖然又要翻炒 但我是煮飯給學生 是呀 那時候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是很驚訝 那個一呼百應的情況 因為我不敢收錢 很多年輕人出來幫忙 對 因為我不敢收錢 因為我不是慈善機構 我沒有拿正牌 你收Coupon 我是說 我最初不是 我最初是說捐物資 譬如說 我們沒有米 我就說 我們沒有米 我們今天有甚麼菜 對 我沒有油 你們可不可以幫幫忙 你會驚訝 突然之間 一噸米 出現了 你面致 然後你說 對不起 我們現在沒有面致豬肉 然後你突然出現了 75K 你想想 75K就是百多二百磅 的豬肉面致 我當時 堆到整個廳都是 我的房子 不算太小 九百尺 堆到整個廳都是 而我的貓白色 變成粉紅色 因為血水滲出來 我的貓 自己在舔 很開心 很變態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反應太踴躍 你身身經歷的 所以才轉換 可不可以給超市 我們不夠甚麼 就去買甚麼 要去買 就不要送現貨 我死了 一抬就抬不動 Exactly 所以這件事 不是蛇雞餅種 不是 是很簡單 如Jolin所說的 很直覺的 你給個心出來 你不要向著 某些主人 遙美克連 如果你夠膽相信民主 主人就是人民 你向人民求 遙美克連 這個我覺得是說得過的 問題有沒有這樣做過 沒有 然後我就繼續煮 我是不想著 這麼大的層次 我是想著 小小的 例如樓下 見到誰是很慘 沒有東西吃的 喊著麥當勞 我是想著 總之是很小 可能20個人 30個人的份量 怎麽知 反應 踴躍到 是完全 遵守不到的 那我見到 既然 已經有 那麽大群人支持 還有那麽多Coupon 在手 那麽多義工肯幫忙 不如將來 我們將這件事 撐散落區 是呀 遍地開花 是呀 做後緩 是呀 我就跟各個泛民政黨 說過 包括公民黨 民主黨 都有聯絡過 OK 我當時沒有直接跟 毛哥說 但我有 社民連其他人說過 基本上 所有的泛民政黨 都有聯絡過 我說 將來 你們落區的活動 我來做 back up好不好 做後緩而已 你沒有打算拿光環 是呀 我說我做後緩 呂皇沒有打算出鏡 你不用出我名字 名字都不用出 不用 比如你擺街站 你派傳單 你要飯盒出聲 是呀 你要飯盒出聲 你要曲奇餅出聲 你要什麽出聲 推車子來現場 不給你 不是裝好那隻 沒錯 那你就容易打動街坊 是嗎 譬如我們在街上 人家派傳單 我們通常不要傳單 人家給我紙巾 我們可能會瘦 是呀 但我告訴你 是沒有一個泛民政黨 是阻害我的 全部的人 都是推了我的 They don't care 講來講去 我發覺聽這件事 是講過心 因為很多人去投這些泛民政黨 或者叫他們做事 是做不到事的 但好像說呂皇還佳 我要煮東西 我要幫人 我可以出力 可能其實你去買一包餅乾 買一包菜 買一包米 被人出到力 那一下 令到其實很多覺得香港水深火熱 看不過眼那些人 還覺得比較有力 沒有那麽有無力感 到現在每一次投 拍一票的時候 那些人做出來 那麽很無力 為什麽呢 整體泛民那些老白鴿 你不論什麽黨派都 都要有同樣的DNA 你以為他才是民主鬥馳 他是從上 而是他指導你的 是啊 當呂皇主動提出一個 更好的方案的時候 不在計劃裏面 你明白嗎 不在計劃裏面 即是說你是異見分子 所以你是被排擠那個 所以 那你明白為什麽 我一直都不明白 我一直都不明白 就是說 我又不是要搶你光環 我又不是問你拿任何資源 我現在是我貼了給你 用你外面 對 即是那些曲奇餅 你連著你的傳單 去給街坊的時候 你是盯著你民主黨 或者是公民黨 那些標籤下去 我只不過是想幫你們 更加容易打入社區 但是 你全部就是一個熱臉 貼別人的冷屁股 唉 因為你是異見分子 就這麼簡單 總之你不跟泛民那套 從上而下的民主 編排的話 你就是異見分子 所以其實 我之前寫過一個很過癮的文章 我不單止說泛民 也是建制的 如果你看回Edward踢包 其實都不用你踢包 很容易知道 裡面那個 門禁森嚴的那種規張制度 你基本上 泛民本身都是蘇維埃來的 他覺得你們是矮民 你要出力做一件事 他是精英來的 你要出力做一件事 你有力的嗎 所以反過來 會輪到戴耀廷說 不如這樣吧 我度翹絕世 好端子讓你去選區議會 那你區議會那些傢伙 做了幾十年 這樣算什麼 所以這件英國的政黨 真的做得好 即是他們有新人進去之後 我給你捱幾年了 我覺得你順順超超 我是扔你下區的 我扔你下區裡面 去那裡選 你選了幾年之後 你又OK了 我又扔你進來 人家起碼有一個外派 然後在中央 再外派 再中央的這個制度 香港就是 哦 區議會 要求任期 沒有人偷 但你有原態嗎 因為最大的問題 並不是在於 怎麼說好呢 你說泛民主派 長期以來 有種精英心態 或者可能是 絕對是 但更大的問題 在於什麼呢 是在於 有一種很矛盾的存在 就是說 早前呢 是有 跟連月曾做過 做過一個訪問 然後連月曾 就沒有公開到那些東西 然後將 一些東西寫 做一篇文章 但社會運動並不是 只是遊行示威 就是叫做社會運動 嗯哼 部份 行動的事情 就是有事情要做到的 因為部分 部分的泛民主派 其實他們一開始起家 我說他們是 地區工作開始的 嗯哼 他們有些地區 是一些社區的 組織 然後吸納意見 然後將一些社會議題 由下而上 組織 組織起來 然後變成一個 一個大的議題 然後用來做 其實 今時今日 還有大問題 其實是說太過 怎麼說 太過 太過 以會 例如說 林卓廷 他本身 其實都是一些 業主立案法團 聯絡去做一些 所謂反違標的工作 但是他慢慢就變成 搞到 那個規模是要 全港的反違標 哈哈 就是所有東西 已經不是地區東西 已經不再是地區東西 而是 野心大到 他還沒選立法會議員 之前已經做了這件事 那太和的後裔的時候 其實林卓廷 都一開始有提供一些幫助 但是後來就在洗川的時候 就說 林卓廷 這些民主黨 去介入這件事情 搞你搞老 然後被人唱衰抹黑之後 他就淡出了這件事情 就是他 當這些人 是怕到 譬如說 有一些地區工作 做起來的時候 他覺得 會影響我的聲譽的時候 我就要抽手而走 嗯哼 另一方面就是 我無謂為了一些村的事情 就是一兩條村 或者一兩個地區的事情 就搞亂了我整個 Master Plan 嗯哼 還有第三件事 就是可以的 其實就是 泛民主派是否不會做區 不是 但是他們是要依照自己 一直以來 用成功的方式去做區 當然 也有些年輕的 就是他們年輕一輩 用自己的方法去做 但是始終都脫離不了 一個很大型的框架 也不是很敢 跟一些很新興的 業主立案發團去合作 即是有些政黨 是年輕一些的政黨 可能會 但是那些老泛民 就完全不敢去試一些新的方法 那當然 就更加不敢去 即是忽然間 你要去派一些居員 去挑戰一些 其實自動當選的區 他們不敢去做 那些散兵就做 然後大家去 去替死 將來 你將來 是否有 這個風雲計劃 是否陷入 這種死循環 這個始終是一 第二 你所謂的新興的方法 是否一天 站在街站 跟街坊 打幾句 或者量一下血壓 就搞定 其實地區工作 是相當相當 枯燥 為什麼泛民 那些年輕人 未必每個人都肯 去投身 這麼長的地區工作 打石仔 就是因為 很多事情就是 綠表、白表 如何填 如何分析 你要去搞 進門、長生進 那些 你要問哪個部門 你部電梯壞了 你部電梯壞了 或者是 那個樓梯太斜 會滑倒 我究竟要找什麼 政府部門打交道 而你又懂不懂得 跟那些政府部門打交道 你不只是拿著 橫行遊行示威 就搞定 你很多時候 真的要跟那些 政務官那些 或者是一些公務員 去 去 去 然後他又在跟你 在那裡 瑣碎的東西 在那裡吹水 寫信 因為他高高在上 他老闆心態 你來做PA 對吧 你什麼資格書 我讀這麼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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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幫我婆婆 寫上去投訴 你看到那些區議員 全部都想東張西望 大家都知道 指著 那個後巷 不斷漏水 不斷漏水 其實那些全部都助理 告訴他 但是 你要知道 好了 你如果真的有一個風雲計劃 找三百壯士去做 個個都要做這些 你找不到 下區做一些很無聊的事情 還有是分分鐘要放棄你自己本身有的工作 每天都在區路上 每天都在跟街坊聊天 看你的心在哪 所以我當時 之前做儒家 佐宗謝偉俊 他還很得緒地跟我說 他是商料議員 我真的完全想像不到 你商料議員 你又立法會 立法會就說開會 最多拉下報 而且還會缺下席也不要緊 但是 區議會 我突然呆了 看著他 我心想 你何時有時間陪伴八姐姐 還有一個律師 那就再去 沒有 就是沒有 白姐姐真是很開心的 白姐姐一向都說很乾的 對 她的區域一樣很乾的 對 見不到人 你想想他下午白白開去拉筋 你已經知道 大哥不用做嗎 這樣吧 所以你經常聽到在立法會那裡 經常有些議員說 我某天遇到某個街坊 他跟我說的情況 我心想 那這些是相之離地的做法 你真是一個 下區的立法會議員也好 區議員也好 你是很難會撞到這樣的情況 大哥 甚至你不要說你不去辦公室 太蠢了 你要撞到街坊 跟他爹 大把苦水跟你說 大哥 哪裡會輕描彈舍 跟他說兩句 這些政策 是 地區工作 是另一個很不同的戰場 不要期望那些藍血人 會下去和你平駁 難度呢 就像Edward說的 用他的方法說 你沒有兩條腿走路 到底你的所謂社會運動 如何後繼呢 這個問題很大 我不知道新生代 有沒有事情想 問題是你們這些年輕人 肯不肯埋堆 泛民那邊 你要想一下 要投入這麼多人力去 人力和時間心血去 滾兩年 也未必可以選到的時候 因為有些 你要知道自動當選的區 其實他不需要自己下區 不需要自己做 他真的要找地區裝備 跟他搞定 他是連那條村裡面 完全不讓你派傳單 都可以做得出 這些事情 你會遇到很多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不是 怎麼說 不是說 你自動當選的區 你下去打就有得贏 是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你要知道 上次的區議會選舉 其實贏都是十之一二 所以我不是說 這件事情是贏了 棠書間廠 再好笑的就是說 想當年 譬如說 黃英奇和金沛偉 一班 不是黨派的人士 而是一班政治素人 走了去這個灣仔區選區議會 然後 然後 想去實現他們的 地區民主化計劃 嗯哼 那是贏到的 他正正式職去選區議會 然後贏到的 嗯哼 但是贏到之後 做什麼呢 做完一屆之後 剩下一個 是連任 即是願意去連任 其他不再去選了 整班人 整班人 整班人走了 做一屆 做一屆 然後告訴他們 我們的民主實驗很成功 我們真的下區去開很多座談會 跟他們說政策 民主化 他們不在 你拿來做實驗 你不是真的想服務的區 兩個人都用會試 我相信他們有心 但是問題是 你真的做幾年 做一屆的議會工作 你就會知道 那些議會工作 看著他們貓貓 是不甘直惡的 嘩 嘩 出現了 我都明白了 你女兒來的 這個 這次 這次 最後說 你封環計劃 其實都是想劍指特首選舉 又是看到很高的 那就是又是踏腳石 又是踏腳石 你連入區都沒做好 你一定是想劍指 這個2022年的特首選舉 是不是 是啊 那上面就是說 踏腳石也算了 你踏腳石也明顯說 哦 我為了這次吃過一層味 民主三百家 不夠 變成民主四百家 民主五百家 這樣會令人覺得 我要一將功成萬骨灰 即是 他要運骨灰 是的 我在想 如果瘋一點這樣說 如果所有泛民的立法會議員 他們本身 是要一掌三這樣算 即是他自己個人 再掌兩件 是做地區工作出身的 甚至他服務立法會的期間 他都要在地區做的話 那事情就會不同 但當然是做夢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搞這麼多事情 到最後告訴大家 原來都是投機的 是啊 只不過你是想拿到籌碼和保管 是啊 拿到籌碼給他 下次再拿特色 你走進去的時候 風光一點 那就下次再造王 那所以就是 企圖了 那一問題是 大哥 阿媽是女人嗎 就算被你發 你現在民主五百家了 變得好不好 那人家到時 那個提名委員會 可以不是千二人的嘛 大哥 話分兩頭說 政改又不提 話分兩頭說 以我為人的性格 我就不介意的 不介意什麼 你民主三百家 變民主四百家 變民主五百家 你指日可待民主六百家 就行了 你可以叫做搞得定了 OK 你有個過程的嘛 你作戰有個路線圖的嘛 有個時間表的嘛 你不要跟我說 你搞了三十年之後 你現在才忽然醒 噢 原來可以搞的 三十年啊大哥 麻煩你 你三十年玩 那些小朋友等不到你三十年 到二零四七的了 明白嗎 好了 即使你是想這樣玩 即使你覺得是一個 因為區議會是直選的嘛 叫做贏面高啦 麻煩你把這件事看回頭 你現在在喊得聲 嗯 所以我的問題就是 你要打到另一場硬仗 區議會之餘 你還有功能組別 功能組別有很多都即近直選 OK 所以不是說不行的 我上次跟阿呂王分析過的嘛 就算你刺魚蛋 拿個熟食牌 你都是喝食戒的 有多少選民登記了 有多少選民去投票先 沒有人做過事 OK 我不怪選民 問題就是 你真的如果說我不計較光環 我是希望在一個有意義的選舉裏面 要贏面大 我不止選委三百家 選委六百家 行 你有一個作戰方略 你有一個戰略在那裏配資源 你找人 哪個帶兵 哪個做兵 那些年輕人 哪個幫你抬招 哪個肯做炮灰 其實任何戰爭一定有炮灰 但是我講得明白這件事 孫子兵法有講的 到底是死多少人 但你高高在上的人 你要穩住軍心 你要有士氣 你都要令到那些會去死的人 你覺得他的死是值得的 都要令到別人覺得值得為你去死 你現在是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我現在看著這幫民主黨的濫血人 我是覺得你們應該去死 以死者市民 問題就是 其實說真的 反過來 Jolin 即是激完之後 我講一個很濫血的分析 就是如果他真的想 叫做凝聚軍心的話 他們應該是去 詳容就義的 向年輕人釋出事 Exactly 原因就是 你說了佔中 是要付後果的 我號召了你上街 有個效果在 其他我不計 但起碼民主三百家 是因為這件事 而導致的 是直接的 明白嗎 在這樣的情況下 要付出一個政治代價 這幫人排隊 去接受他當初簽了名 那份確認銜的 要付出 也就是說 如果他肯 要付出 的話 反而我覺得 軍心是會穩 原因就是 我知道你言行一致 我知道你不是為了光環 我知道你真的願意為民主付出 包括我自己的仕途都不要 行了 你退了個位子出來 梯隊頂上 你吸納回到的空間 我會告訴你 你損失一個人頭 你補回不止一百個 任何作戰都是這樣的 戰爭裏面 必定有犧牲 一定有的 問題是你的犧牲 交換了什麼東西回來 問題是他的犧牲 只可以別人犧牲 不可以他自己犧牲 現在都好死 走狗牌 現在不是見到 所以就是公民黨和民主黨一起 就說一個大和解 是啊 就是這兩個人 他還是大麻煩到可以協助民意去大和解 Exactly 協助民意大和解 有什麼驚喜呢 你們說要休養生息 你們說要大和解 I'm just giving you what you want Exactly 所以我都說是賊佬是沙煲 為什麼你可以燭光悼念晚會 現在你可以罵我 對不對 你說要這樣 是這樣的 他只不過他不見這條褲子 給你看 其實我生瘡而已 哈哈 我始終提到那件事 任何戰爭必定有損傷的 如果你不肯付出這個代價 不會有人為你去死 就這麼簡單 所以決戰中 始終如一 我真的是 爆燈冷血 不好意思 可能那些年輕人 可能有些話不太合聽 他們不想死 問題是 的確 打仗就是這樣 你只要是可以的 但是問題是 始終就是 太遠就是 究竟是不是還要打議會戰爭 這件事 你怎樣打 你是不是要打 我是不是要和選擇 和你那些朋友合作 是另一件事 所以這件事 我想留時間 稍後我們再跟這個嘉賓研究 過兩個星期 新世代張秀賢會出的 到時就拿出來問問他 再向前走 會怎樣 能否再凝聚泛民的戰鬥意志 不論你是哪個戰線 議會也好 你的社區也好 你其他的不同層面也好 其實很多戰線都要想的 這件事 不要緊 無謀生可能會多些文章寫 還有我覺得下一句就是 你剛才說 如何凝聚泛民的戰鬥意志 我就說 假如泛民已經沒有戰鬥意志 如何自保 這就是個問題 因為時間差不多 不好意思 大家都多晚 每天女王都要休息 真的不敢他操勞太多 那就留時間 留的話題 下個禮拜 我們回來再繼續 好嗎 拜拜 拜拜